今天这节课我们详细讲解一下零声电路的工作原理 以及在我们维修当中 当一部手机出现没有零声故障的时候 我们怎样去进行快速的排查故障 以及进行正确的维修 其实这个电路对于我们维修来说 它的故障率特别高 那么针对于这种故障 我们往下该怎样有一个正确的思路进行判断 首先我们针对于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必须要对电路的来龙去脉 它的电路的每一条线 它的原理必须我们要了如指掌 只有这个样子我们对于电路 才能够去精准的去分析故障点 首先大家来这里看 当如果说当我们的手机 在我们听歌曲的时候 或者说当手机来电的时候 那么最终这个是震灵 是他发出来声音的 由于他的声音非常高 在这里CPU输出的信号 是比较微弱的信号 比如说当我们手机来电的时候 这个时候CPU在这里 它会输出一个微弱的信号 然后这个信号的话 本身它的电压比较低 如果说这个微弱的信号 它直接要是给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又称为喇叭 它直接给震灵本身的时候 那么发出来的声音就非常小了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为了使我们能够很清晰的听到这个声音 那么这个CPU输出的这个声音信号 就不能直接给震灵了 在这里就要对于这个信号要进行放大 就像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见的功放一样 它可以发出来很高的声音 我们要经过功放放大之后呢 它就可以发出来很高的声音啊 那么在这里啊 同样这个震灵放大管啊 它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所说的功放 其实是类似一个道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当这个信号啊 当给震灵IC之后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震灵IC要进行放大 但是由于震灵IC呢 它的工作啊 它也是必须呢 要要得到供电的啊 必须要得到供电 它才能正常进行进行 将震灵微弱的情况进行放大 那么在这里啊 谁给它供电呢 啊 在多数的现在的高端智能手机当中 都是逼正电压啊 经过电感 然后呢 给震灵IC呢 来提供供电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当震灵IC 当它得到供电之后 要想启动 这时候呢 必须要也要得到CPU 啊 输出的一个控制信号 给震灵IC了啊 我们也称为是启动信号 来启动震灵IC 当震灵IC呢 得到CPU 送过来的启动信号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呢 震灵IC呢 它就开始进行放大工作啊 那么现在的高端智能手机啊 像这些CPU输出的 微弱的声音信号 我们也称为是左声道右声道 现在都是用IS声音总线 来进行表示的啊 就是IS 就专门是对声音信号 来进行传输的 好 这个时候呢 铃声IC 供电有了 启动信号有了 这个时候呢 它就可以对CPU输出的 微弱的信号源 啊 来进行放大 放大之后呢 内部小三角呢 它就代表是放大电路 那么它放大之后呢 在这里啊 SPK 杠P就代表 SPK就代表是阵灵 阵灵的P就代表是正极啊 就是铃声 正极信号啊 然后是呢 就输出 经过一个电感 那么在这里啊 这个电感的话呢 呃 它专门呢 是可以对声音的来进行滤波的 在这里啊 这个电感的话呢 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通低频组高频 我们仍然所听到的声音呢 都是低频信号 高频信号 我们听到的高频信号是非常刺耳的 所以说这个声音呢 为了使音质更加好 那么在这里呢 呃 厂家的工程师在设计的时候啊 多数会设计一个电感 好 直接呢 过来 啊 经过电感 滤波之后 好 然后低频信号过来 直接给阵灵 那么阵灵的话呢 在内部呢 它就呃 有个线圈 然后是另外有个声膜 当 这个时候呢 当这个声音信号啊 当给阵灵之后 阵灵耀阳响 那么必须要构设回路 只有回路正常 还有源源不断的有电流经过啊 那么负极呢 SPK-N就代表零声负极 在零声IC内部呢 来构成回路 啊 这是这个电路整啊 它的工作方式 那么当我们在维修当中 如果说当一部手机 没有零声了 那么我们该怎么修呢 然后大家看电路是 从前往后 就是这边是起始点 然后这边是终点 那么我们维修的时候呢 正好是相反修的 那么我们在维修当中呢 首先检查阵灵 阵灵的话呢 我们用光纹表测的话呢 风鸣打来测量 它是八五五五左右 或者说我们用电影表啊 来进行咔咔咔 来进行上电 对它两个极星 来进行上电 它可以听到咔咔咔的声音 说明它是好的 那么这两个线 这两个线 ISPK-P 如果说断线了 那么它断线了 又电路断了 那么这个输出的信号 肯定是无法正常送给阵灵的 那么这个电路有 到底有没有问题 我们就测组织啊 测组织 一测组织 如果说有数值 说明这条线是好的 如果说一测量唯一的 唯一或者说OL 那么说明了 这一条线 它已经断了 那么断了的话呢 我们在维修当中呢 多数就要检查这个电杆啊 这个电杆损坏之后呢 会造成 然后是零声信号 它无法的送给阵灵 那么我们维修当中可以转接 副定的话也是测组织 如果说没有组织 那么我们检查电杆有组织 这如果两条线都有组织 那么在这里啊 我们呢就要更换零射RC的 在我们维修当中啊 这个零射RC 它有的它是玻璃体的啊 稍微一摔这个零射RC 是非常容易坏的啊 有的这个电杆也很容易造成虚悍 好 那么 那么我们在维修当中呢 怎样来进判断呢 好 这个是我给大家讲解的是 目前高端手机啊 所有的零声电路 基本上都是这样工作的 下面呢 我们就以小米为例啊 我们看一下啊 好 那么下面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小米 这小米啊 我们就以小米6 小米6为主啊 在这里我稍微放大一下 来看啊 这个呢就是尾插接口啊 勾701 那么我们的尾插排线 就扣在这个接口上面 然后是通过这个接口 通过排线 就送给我们手机的啊 震灵了啊 就送给手机震灵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信号是谁输出的呢 在这里啊 U711音频空放 其实呢 它就是零声发达管啊 在这里呢 啊 在这里啊 大家看到 有的它没有设计电感 如果说没有设计电感的话 如果我们一测油组织啊 一测油组织组织还没有零声 多数都是啊 这个U711啊 音频空放损坏的所造成的 那么在我们维修当中啊 下面呢 我教给大家呢 怎么来进行测量 我们也俗称为是扬声器啊 华尔密的是pro啊 如果说这个呢 就是微插座啊 如果说当一部手机啊 当没有呃零声了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呢 就首先呢 最基本的啊 呃 震灵排除了 尾排 尾大排线排除了 那么在这里啊 我们要检查主板的话呢 呃 到底是不是主板有问题了 在这里啊 有两个小黄点 这两个小黄点呢 我们就称为是测试点啊 就是为了厂家 为了方 帮助我们啊 为了方便我们测试 相对信号 是否正常 专门引出来 两个黄点啊 这个呢 就是零声的 两个测试点 那么如果说我们 首先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测试点上 来测量组织 如果如果有组织 证明电路是没有断的啊 到零声IC之间呢 是没有断的 如果说没有组织 那么在这里啊 我们就检查 嗯 相应的电感了 但是如果说没有的话啊 没有相应的电感 在这里我们直接 更换零声IC 啊 当假的时候 还有一种情况 就说 呃 有的排线啊 大家在微信当中啊 确定是主板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说大家在这两个点上 然后是示波器呢 我们一测有波形 那么也说明了主板正常的啊 那么多数都都是尾排造成的 大家在微信当中 如果说手里面没有现成的尾排 比如说客户比较急 然后是尾排呢 手里面没有现成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飞线啊 飞线的方式来先解决 啊 那么怎么飞线呢 在这里啊 大家呢 直接呢 呃 然后是这个测试点 然后是找到相对应的这个角啊 找到相对应的这个角 然后呢 我们呢 就从 这个角上啊 就从这个角上飞线 或者说从测试点上飞线 直接飞到震铃 在主板上的尾排 最底部的一个接口上啊 SPK 比如说啊 杠P 啊 然后是他有个焊接点 我们排线 一条线直接飞线飞到这边 然后 然后是SPK 杠减的话呢 也是这样啊 SPK SPK杠N 好 然后是这时候呢 他有个点 直接我们一条线飞上去就行了 这个时候呢 就不用换排线 就把这个鼓掌快速给解决了 其实没有没有灵状这种鼓掌啊 是特别特别好修的啊 希望呢 能够对各位老兄们啊 有所帮助